他用念的 然后录在里面 然后要给你们听的 收容人亲口说故事 收录在CD中 趁着恳亲团聚 送给家中宝贝 花莲监狱翻转人生 重新做起的家庭支持方案 帮助收容人也能让小孩 听见爸妈的枕边故事 小孩子小时候的时候 我都没有陪在他身边 现在难得花莲监狱 有办这个活动 让我觉得说 可以让我跟小孩子 更进一步的沟通 促进跟小朋友的感情 面对家人 说出心底话 忏悔过错 花莲少年关护所的同学 行孝奉茶 和家人凝聚感情 孩子也感受到 有爱的关怀 那这样的话 对他们的亲子关系的重建 让小孩子可以 重拾他过去的信心 对他们是相当于帮助的 此季志工给予温暖陪伴 作为孩子和家人的沟通桥梁 在心中众善念 引导正确道路 大约新闻 正常美志工 李玉莲范吕昭 花莲报道